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那年经常俗说的 邪思说法如恒或啥 真的 修复的人 不修复的人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他分不出来 年辈年前的人知道 他有标准 与 伦常道德相应的是善 与伦常道德相违背的手握 他有标准 修复的人有标准 与三规无界十善相应的善 相背的手握 现在这个标准 全部被推翻了 这个东西 现代化叫价值观 两辈年前的人的价值观 跟今天地球上居民的人 价值观不一样 今天邪物不分 善物不分 把我当作善 把邪当作正 影响如何呢 来生都是神徒 有几个人 来生能得 人天生 很少很少 什么原因 教坏了吗 过去 在中国 家庭有老人教 有父母 祖父 真祖父 高祖父 一代一代 认真的教 有规有绝 佛门是学校 老师教 现在都不教了 家不教了 老师也不教了 怎么办 大问题 那我们是真正最幸运的 少数的 群体 佛教我们用真心 我们要用真心 绝不能用我心 要能相信 不能坏 我们在这个时代 可以利苦的路 清净心 路 神智慧 人无敌心 苦 神烦恼 烦恼是什么 竞争 竞争太苦了 竞争在提升 斗争 斗争在提升 就是战争 思路一条 祖宗教我们 圣贤教我们 佛菩萨教我们 让不真 于师无求 于人无真 多快乐 处处 修忍让 谦让 离让 让到底 你要过于 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远离一切苦恼 佛菩萨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能得到 我们会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明白 自己确实过很美满的生活 生活很简单 老伙伤教我们 吃 不要挑题 这好吃那好吃 吃饱就好了 穿 也不必挑题 款式 治疗 不用 调皮 能保暖就好了 有个小房子可以遮备风雨 足了 多快乐 古人 古人讲的 人道无求 品质高 那一生 能真正享受到 于人不真 于事无求 你多么自在 多么快乐 你的心亲近 清静心生智慧 智慧才能解决一些问题 才能把问题看透 看得深 看得广 看得透 就在清静平等 这五个字 那这样修 自自然然 看智慧 激功内德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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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